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旗一样子 我是专业期权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旗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以下跌146点来开出 最低点出现在上午的8点46分 来到13215 那么最高点是在上午的10点18分 来到13444 整个正常区间总共是229点 而现货的成交量只有1677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四倍公办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礼拜五所公布的 美国8月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它的增幅是高于市场的预期 使得美国股市 不管是道琼、纳萨克还是S&P500 再度向下来探底 那么台子旗也延续着 星期五夜盘的跌势 大幅度的开低 今天一开盘就失守了 13300点的整数关卡 不过我们都知道就在盘前 金管会祭出了所谓的限空令 替整个奄奄一息的市场注入了一股强心针 果然使得行情今天是开低走高 看起来相当具有反弹的这个态势 不过就在指数一度翻红之后 行情却开始反转 因为空袭警报再度响起 最后行情不断的往下来做回撤 最后呢 虽然是勉强守住了13300点 但是呢 却也留了一个相当长的上一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国际股市还没有止跌的情况之下 加上整个台股还没有出现 真正的落底讯号 政策性的利多有没有效 当然有效 但是呢 往往就是事倍功半 所以今天到底行情该怎么做 我想很多投资朋友会觉得今天行情 感觉起来相当的难以操作 的确 但是呢 还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仍然有应对它的一个方法 那么怎么样快速掌握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首先就要来看一下我们的什么看盘口诀 稳盘靠现货公式看期货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啊 不管是大盘台子一开出来 其实两边的跌幅是相当的一个接近 这就告诉我们在一开盘的时候 其实多空的力道是处于一个僵持不下的状况 但是呢 在盘中我们可以发现 电子期的跌幅开始明显的收敛 这就表示呢 行情开始有一股力道 慢慢的在往上来做拉抬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我们怎么样来快速的判断盘式 除了自己看盘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9点07分的时候 其实老师啊已经透过了早上台子期的成交量 大盘的成交量 中间期限或价差的变化 还有老师多年来的实战经验 给会员朋友第一手的分析报告 我们来看台子今天前五分钟是成交了5873口 今天开盘的成交量其实是相当的大 在台子的部分 但是呢我们看到 整个大盘开盘只成交了61亿 是很明显的小于过去五日均量73亿 那么早盘期限或跌幅相近多空僵持 电子的跌幅收敛 那么尽管会搬出了限空力 有利短线反弹 但是要记得整个技术面 还没有出现所谓的落底讯号 空方能占优势 那么今天实际上操作该怎么做呢 我们先来看到 我们今天早上的预估开盘价是13256 所以实际开盘价低于我们的预估开盘价 所以今天第一笔单我们也是做空 那么很快的就来到了我们的一个出场的点位 简单来讲第一笔单 我们是少到了一个停损点 但是呢各位 今天的行情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由台子期来带动整个行情反弹 刚刚我们的口诀还记不记得 稳盘靠现货公式看期货 今天呢在行情开低啊 如果真的要直稳 我说的是有效的直稳 绝对是要稳定大盘 由大盘来带领整个行情往上走 但如果是由台子期来带动的话 这个时候就要特别的留意 当整个行情盘中的正价差 拉到一个最大的情况之下 往往就会是当天的高点 所以今天行情持续的往上走的过程里面啊 老师跟大家都一样在找一个最漂亮的空点 那么最漂亮的空点在哪里 各位当然是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怎么样能够知道这里是最好的空点呢 很简单 各位看到 今天所圈起来的这个地方 就是盘中正价差最大的位置 有些人可能还不晓得什么叫正价差 正价差就是台子期涨 那么呢涨得很快 现货大盘跟不上 那么呢短线超涨 在距离最大的这个位置啊 表示呢会胜急而衰 就是台子期涨过头啦 简单来讲 当台子涨过头 就是行情的反转 那么今天呢涨过头的位置就在这里 正26.79 那么呢在这个地方 老师也告诉所有的会员朋友 赶快再进场放空一趟 我们看到 今天在10点16分 13430的地方 在这里放空 你看到前面这里啊 大概就是35点到40点的停损 但如果你能够空在这个位置 各位拉下来这一段 总共是多少 167点是不是就能够反败为胜 所以呢最近的行情大家要特别的小心 我认为量能偏低或是有些政策性的因素啊 会让整个操作的难度越来越高 但是你只要能够看得懂行情 只要你够专业就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像今天啊我们跟大家一样前面是停损 但是呢还是有机会找到更漂亮的空点 但是重点是 你一定要看得懂盘式 也要够专业 如果你想要明天一开盘 就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进场的话 是不是也是有机会 能够空在这么漂亮的一个点位 不管做多做空 各位行情怎么变化 最重要的是 当行情来的时候 你能够选择正确的应对方式 你能够冷静客观的来分析盘式 而不是像啊 一般人就是看着行情涨就追高 看着行情跌就杀低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行情波动越来越没有规则的情况之下 你很容易被扒过来扒过去 即使你做对了 你恐怕也抱不住 但是只要有一个好的老师来带你的话 每一天进场 你真的就可以减听你看盘的压力 而且大幅提高你当赢家的胜算 我们来看到早上的抠讯 各位可以看到 早上在10点11分的时候 老师特别来提醒我的会员朋友 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的来观察行情的变化 尤其是价差会带给我们相当好进场的机会 我们看到会员朋友早安 今天在政策利多及道琼早盘的反弹带动下 指数开低走高 9点47分盘中正价差来到正26.84 我们今天要留意正价差大于此数字 或有反转或是静待老师的讯息通知 老师一定会先安抚我们会员的情绪 尤其在这种急涨的过程里面 大家会很担心或是不晓得该怎么做 等到你可以看到短短的6分钟 马上第二封简讯又来了 10月7日目前14340附近收讯后市价做空 这就是我们的当冲智能指标 做空智能指标 投资朋友是不是常常在盘中下跌的时候 进场放空 结果行情马上反弹 当行情在盘中急涨的时候 进场做多 结果行情又出现反转 行情震荡明明不大 却被扒过来扒过去 只要有多空智能指标 就能解决你的困扰 每天开盘前 透过系统运算 找到近期成交密集区 与盘中转折点 透过程式计算出 近日盘中多空关键价位 当行情突破多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上涨 跌过空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下跌 只要掌握多空加速点 就不会在盘中浪费子弹 让你掌握更简单 获利更兴奔 我们的当中智能指标 各位投资朋友 除了点位明确 绝不含糊 所有的点位 都是让会员看得到 也做得到 没有什么正负10点 或是正负20点 这种模糊的抠讯 也不会告诉会员朋友 积极的人进场 保守的人观望一下 各位 难道我们在操作进场之前 还要做现象测验吗 当然不是 所有的指令 一定要非常的明确 而且老师每天都会按照行情 来调整参数 调整出手的策略 就是当老师觉得 非常有把握的时候 马上毫不吝啬的 会告诉会员朋友 赶快进场来操作 各位最重要的是 如果今天我是一边看股票 一边看旗子 我没有办法去掌握到 这么细微的变化 股票有1700多档 各位 你每一档都要去看 或是你手上有7、8档股票 每一档都要去照顾他的走势 哪一个股票老师可以像我一样 这么专注在期货行情的变化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在期货市场上 做得比人家更好 这个时候你真的要打电话进来 让邱老师来帮助你 那么我们再看到 除了刚刚所讲的9.07分 我们给的第一手分析报告之外 在9.20分左右 还会整理一个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给会员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去来看一下今天的开盘强势扫描 首先第一个 金管会限空令 稳定多头军心 短线亦有技术性的反弹 第二个 台子未平常量连续两天的下滑 动能消退 有利行情直稳 第三个 美国8月PCE 它的增幅高于预期 通膨压力笼罩 美股破低 第四个 早盘现货跌幅大于台子 技术面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止跌讯号 我们看到 如果在今天早上9.20分左右 你就能够收到 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这个 开盘强势扫描 是不是你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充分掌握今天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不用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只看多头老师的节目 每天都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掌点 也不要因为你手上有空单 就不断的去放大一些利空的消息 如果过去你都是找寻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基本上只是在找安慰 对实际的操作并没有真正的帮助 如果你想要当一个专业的操盘手 我建议你跟我一样 每天同时吸收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从现在开始 你不用自己花时间来找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助理会来帮你做设定 接下来早上的时间 就能跟我的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开盘强势扫描 不管你是想做多还是想放空 只要能够了解到今天整个牌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更快速更安全抵达你所想要的目的地 那么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订阅我的影音频道 只有最新的解盘影片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重点新闻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城国际头部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一软体设备 恶富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永城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城国际头部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美元的进一步上扬恐引发主要央行联手主身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在联准会打压通膨的时候 就是唯一的最好的方法 也是唯一的方法 就是调高所谓的利率 那么调高利率之后就造成美元指数 最近可以说是走势狂飙 不断的在创新高 可是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发现 不管是道琼还是纳萨克都已经创下 两年多来的新低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全球的这个各个国家的央行 其实也通通都怎么样 可以说是挫在蛋 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美元指数持续的走强 进一步会造成其他国家的币值 往下来做一个彻底 尤其是英镑跟欧元 最近的走势可以说已经进入了 所谓准货币危机的阶段 都已经创下几十年来的新低点 那么在这种以零为货的情况之下 各位当美国不断的在升息 把所有的资金吸引到美元 或是美元计价的资产 会造成其他国家的货币 大幅度的贬值 这个时候有什么好处 对美国来讲 美元升值 它会减低它的通货膨胀 因为美元变得比较贵 它买其他东西就变便宜 但是对其他国家来讲 它的通货膨胀就会怎么样 越来越严重 但是全球的央行会做事不管吗 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到 越来越多的央行 开始在跟着美国脚步 不断的在升息 那么大家彼此在加速升息的情况之下 各位这个市场绝对没有赢家 因为升息会造成什么 经济萧条 股市崩盘 因为利率越来越高 当然经济活动就会大幅度的衰退 但是美国体质强健 其他国家就不见得那么样的情况 所以可以发现 很多国家不敢大幅度的升息 因为就怕整个经济出现了崩溃 所以在这种没有赢家的循环之下 最后各位可以看到 各国的股市持续的往下来做探底 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当然就要等到有大事发生 那么这里是什么样的大事会发生呢 各位我们不做事前的预期 但是一定要出现某一些 比较大的经济事件 才有可能让这个升息循环画下一个据点 那么我们做操作的从来都不用选边站 我们只要看整个趋势的变化 来决定我们操作的方向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以道琼指数来讲 它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落底讯号 反弹一天之后又持续的往下探底 这个形态空头的态势相当的明确 那么呢 NASA也是一样 它已经创下了两年两个月来的新低 从技术面来讲 它也没有出现真正的落底讯号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A50的部分 更是今天可以看到 出现一个再度跌破低点的情况 那么整个态势是一个震荡偏空的格局 相当的明确 所以我这几天在节目里面 不断的在提醒大家 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大陆的股市 两大经济体股市都没有出现正式的落底讯号 而在这个时候 对我们来讲 当然就很容易随着行情波动持续的往下走 即使有政策性的利多 恐怕是降低整个 应该说投资朋友参与的热度 有可能会变成盘跌 但是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盘中的震荡 急涨急跌 但是最后上下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对当初来讲 操作难度真的是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你是靠着自己的盘干 自己看盘来进场的话 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那么另外美元我们说过 持续的往上走 虽然上礼拜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档 但是整个上升的态势 还是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今天外资又是再度的卖超台北股市 那么我们再看到加权指数的部分 这一波连续性的下跌 伴随着成交量持续的放大 这叫做价跌量增 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空方态势 但是就在这个什么 主管机关办出了限空力的情况之下 今天成交量大幅度的下滑 限空力有效 但是呢会让整个行情波动 变得比较区间比较小一点 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量缩有助于行情指纹 但是正式的止跌迹象还没有真的出现 大家要特别留意 可能短线上会出现反弹 但是呢真正的压力 要等到月线持续的往下 能够站上月线 这就是接下来多空必争的一个关键 所以月线是接下来 我们要观察的一个指标 那么期货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上次讲过 总共最近出现了三个跳空缺口 上礼拜我说过啊 这个第三个跳空缺口 通常都是洁净缺口 如果伴随成交量的下滑 就有机会往上来做一个回补 所以今天呢你可以看到 行情势机回补 我觉得短线还有机会反弹 但是重点还是趋势 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所以技术性的反弹 想要做多的投资朋友 可以顺势来操作 但是一样一句话 抢短线抢到了要跑 没抢到也要跑 那么最近的波动会比较大 还是要提醒大家 微语片栽略我们看到 最近从76023来到73922 那么呢上礼拜五又减少到73202 今天再度减少到72962 所以呢这三天连续性的下跌 跌幅已经逐渐的趋缓 而且未平仓量持续的减少 代表什么 从期货筹码的角度上来看 空方的力道没有大幅度的增温 跌也是小跌 但是要特别小心 所谓技术性的反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一个心理测验 我们做一个小测验 各位投资朋友 你看一下 上面这一个就像键盘的东西 跟下面这个键盘 哪一个颜色比较深 哪一个颜色比较浅 总想大部分的人 眼睛正常的人都会说 上面这个是黑色的或灰色 下面是偏向白色的 对不对 但事实上我要告诉你 你又看错了 为什么呢 我们把一个颜色的方块 我们把它放到中间来 你会看到 当这个方块移过来的时候 上面跟下面竟然是完全一样 为什么 这就是视觉上的一个落差 这跟我们看盘的时候一样 我们在看盘的时候 往往看到的不见得是事情的真相 会因为周遭的环境或消息面 影响到我们的判断 而呢 现在的消息 多空的因素 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们必须要透过电脑 来帮我们做一个什么 整理 尤其在做波段单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筛选掉一些 不重要的讯息 能够真的找到关键的因素 知道行情究竟是多还是空 这个时候跟着指标一起来进场 是不是你就能够掌握到 大波段的获利 而不是靠着自己的盘感 进场想要做波段 赚个30点赶快就下车 想要做当冲 赔钱的时候 马上就变波段 所以靠着盘感来操作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我们去来看一下 我们千里眼波段策略下单系统 这是老师这20年来的实战经验 我把它转化成将近100支的指标 这么多的指标里面 我会挑选出 5支最符合现在策略的一个什么 投资模组 为什么要5支策略 各位要知道 行情有时候走短线 有时候走中线 有时候走长线 甚至有时候有逆势加码的机会 如果你只有一支策略 两支策略 往往你出场之后很难再进场 必须要长中短互相来搭配 才能够吃到完整的行情 我们去来看一下 我们10月台子 最近的一个波动 因为时间的一数 老师快速的把它带过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 当这个地方呢 这是我们空单逢低获利了结 但是当行情呢 开始还有往下探底的机会的时候 它会再度进场来加码 所以行情就是短线保护中线 中线保护长线 所以必须要多策略 才能够造成最好的一个绩效 那么我们把所有的点位 进场的日期跟时间 全部都清楚的公布在上面 每一个箭头代表一支策略的进场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以10月台子到目前为止 我们每一次进场用两口大台 或是两口小台都可以 这几天总共下来的价差 你可以看到 第六个交易的时候 我们已经替会员创造了2164点 那么第七个交易日 来到3176点 今天呢第八个交易日 已经来到3246点 所以今天你只要跟着指标来进场 不需要自己花脑筋去烦恼 接下来做多做空 光光这是八个短短的交易日 各位两口就能创造3000多点 如果是大台子 各位超过60万 小台子也超过15万 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么最需要拨断策略的三种人 第一种没有办法 天天盯盘的投资朋友 很多人习惯做股票 习惯了他的速度 没办法一直盯在盘面 又担心整个行情波动很大 所以至始至终都不敢做期货 但是今天你只要做拨断单 你不用天天盯盘 有讯号的时候再进场 不需要让自己每天被这个行情 被他怎么样 带上又带下 心里面七上八下 第二个想要赚取大波段的人 当然你就要了解到整个趋势的变化 第三个没有办法克服人性的投资朋友 刚刚讲到 常常很多人是赚小赔大 明明想做当冲 赔钱做变成波段 想要做波段赚一点点就落袋为安 错失了大好的机会 如果你没办法克服人性 或是有上面这些问题的话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不管是跟着城市一起进场 还是收到讯息之后 跟着进场来操作 这些都可以 只要你一通电话 马上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 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最近的行情 让很多投资朋友感到灰心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丧志 不要丧失对交易的热情 因为市场一直都在 只要你准备好了 有好的工具 好的老师来带领你 每一天的行情 都有机会让你闲鱼翻身 反败为胜 最重要是 一定要找到一个专业的老师 就祝大家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